在展场上各大车厂也是卯足全力 南韩的现代汽车就跟Uber联手合作 要推出纯电动的空中计程车 也在会场上第一次曝光 还有日本的丰田也宣布要进军智慧城市的建造业 预计在2021年就要开始动工 白色流线型机身搭配黑色线条与六个螺旋桨 这是Uber和南韩现代汽车一起联手开发的 电动空中计程车SA1 根据外媒报道这款空中计程车 死数可达290公里 飞行里程则可达100公里 Uber预计在2023年正式商业运营 而在CS展胜备受瞩目的还有它 一栋栋几何图形建筑围绕着一个圆形中心 看似普通的城市 其实是丰田汽车即将推出的智慧城市 Worban City 丰田朝着商用化目标 城市中不仅会搭配自动驾驶电动车 未来甚至会搭配可以自动变形的飞田汽车 丰田7日也在官网公布会利用 今年底要关闭的东副市工厂用地来建造智慧城市 占地约71万平方公尺 并预计在2021年就要动工 看来汽车大厂不仅是看好了空中商机 还要进军智慧城市建造业 东森财经新闻张展黄浮祥综合报道